如果你要是处处抗伤 那回头你看看怎么熟悉你 就是我们的有一些个社会层面 我们叫这个 就是只约束好人 不约束小人 最后结果是 把好人全变成小人 那么这种恶劣的社会情况 浓缩到学校里的 就是我们看到的 大事小罚 小事大罚 对于这种旗下行为 霸凌行为 有时候事不见 你要敢违抗老师和校领导权威 那不行 你给所谓的集体荣誉抹黑 那不行 所以这也是校园霸凌事件 往往不被很多具体的 教育部门重视的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这也造成什么呢 底层互害 中层互卷 上层互动 就是你对这个事越不重视 底层越是丛林法则 造成了弱肉强食 欺远怕刃 从而形成底层互害 弱小的欺负更加弱小的 所以我说 这个在学校教育层上 这是必须要改变的 还有一点呢 可能有很多朋友说 那孩子早就有这个先兆 怎么管的 原来我记着有 劳教少官所 有人说少官所是不是取消了 我告诉大家 少官所没取消 劳教所取消了 我们知道 从那个孙志刚事件之后呢 从人权各方面角度考虑 劳教所取消了 劳动教养过去什么 经常把这种表现不佳的 小混的孩子送到劳教教养 它客观确实起到了 预防犯罪的作用 但是你现在呢 劳教所违背人权 这是肯定的 因为遏制一个人的这个 人身自由 剥夺他这种权利 必须要经过司法部门 你不能公安部门 跟劳动部门一合计 就跟你送劳教 这是违背人权的 这个没错 但是劳教所取消了 你得有相应的 接触这部分责任的部门 来干这事 现在看呢 少管所 还有公读学校 公读学校 大家记得办公办读 也过去是应对这些 坏小的小流氓的 全国我告诉大家 公读学校的多少所 110所 哪够啊 根本就不够啊 所以就这一块 在劳教所取消之后 这部分社会责任 并没有相应的 完全转移到 原有的部门 或者新成立部门上 所以造成这一块的缺失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 你把这些坏小子 说这些部门 没有了 或者不接收 你给他放到 普通学校里 你想对正常学生 那是多大的伤害 那是一条臭鱼星 一锅堂啊 这不是小事 当年我给大伙说个 大哥型 齐琴 大学在东基啊 外面世界 您都听过他这歌 齐琴小时候 就是一小坏小子 当然这跟他原生家 挺有关 他爸爸不管他 他母亲整天打麻将 弄得他跟社会这帮人混 就混成个小流氓 幸亏他姐姐 特别有正事 他姐姐唱 橄榄树那齐玉 把他送到了 台湾的彰化赶化院 赶化院啥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少管所工作学校 送到那之后呢 又怕齐琴在那里呢 不受着管教 他花钱 买了一把吉他 那会儿 齐玉收入也不够 给齐琴 齐琴打小就喜欢音乐 这一把吉他 又打开了 他向往音乐的大门 从这个赶化院出的时候 齐琴成了 一代的这个音乐剧行 你看 这个赶化院 他不是普通的学校 就像我们现在 管工作学校 叫专门学校 这样学校存在 是很有必要的 他在一定程度上 不仅起到了教育 也起到了 预防犯罪的作用 所以我说 这一块 咱们今后是要加强的 所以这个事情呢 引发的话题呢 绝不仅仅是一个司法问题 他是全社会关于未成年人教育 这块应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反思 我们也热切期待着呢 呃 这次这个司法审判最终的结果 看一看这么滔天的舆论 是不是能再次影响司法 给我们提供一个 对今后有肇事作用的成功的判例 让其他司法部门 也按照这个 在今后遏制未成年犯罪的路上 能做出一些友谊的事情来 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一个共同的初衷 当然了 我最后呢 还说一点 我带有一些苦涩的反思 什么反思 假如这案子都拆落定了 这三个小树上也受到惩罚了 但是依然换不回那个 被害死的学生的性命啊 那么他的家长 他爸爸他妈妈会怎么想 自己孩子就这么被害死了 三个小树上虽然受到惩罚 却还在监狱里好好地活着 任何一个家长 任何一个做父亲做母亲 心里能平静吗 我想说的是 今后这个家长 又会面临新的问题 除了这种伤心愧疚自责以外 他有可能这辈子都来不了首都了 为什么呢 他将会成为当地维稳的重点对象 你是不是会上访啊 你是不是会越级上访啊 所以今后他买一张来北京的车票 很可能都会被劝反 他到商店买一把菜刀 可能派出所人都会找他 问问他怎么回事 有可能他始终就在当地维稳的重点名单当中 这事会不会发生呢 我想我这个粉丝肯定是黑色的 我也希望他是黄蛋的 但是这个粉丝一点不幽默 一点不幽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